那不妨你我来玩一场游戏吧 赌注就是他们那几个人 如果我赢了你 不但要乖乖放了他们 还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如果我输了 那么包括我在内 还有其他所有的荣耀战队的每一名成员 都任凭你处置 要杀要剐西庭尊便 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反抗 金刚哈哈大笑了起来 忍不住又拼命地锤打自己的胸口 每次锤打爆发出来的恐怖阴浪 都能够让周围数不清的山巒 发出剧烈的震颤波动 哼 你可真自信哪 能够将别人的生命 也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可不单单只是徐扬有勇气那么简单 徐扬冷笑一声 废话少说吧 让我来见识见识你真正的实力 作为吴敬海当之无愧的第一霸主 如果你都没有能够 令我感到惊艳的表现的话 那么我会亲自剥夺你的第一称号了 他已经凌驾于眼前的巨无霸金刚之上了 只是一刹那间 徐扬本体身影闪烁出了无穷无尽的残影流光 愣是让眼前这巨无霸 没有分辨出哪一道才是徐扬的本体 也正是因为这种类似障眼法的方式 徐扬第一时间判断出了这金刚的可移动空间范围 而后制定了最合适的作战计划 事实上凭借徐扬真正的底蕴 根本没有必要和热金刚用如此花里胡哨的手段 他可是拥有图天主神器 并且拥有主龙铠甲 这两大防御领域的无上之宝 这两大无上神器 强度甚至已经凌驾于主神器之上 那可是能够让徐扬在真正的大卫面世界 与神王级别的顶尖boss抗衡的最强仪仗 在这营州大陆的力量体系当中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一件神器 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 能够与这件主神器本体力量相抗衡 因此手握着两大王牌 徐扬能够在营州大陆当中的任何一片战场 立于不败之地 他原本不需要将情况弄得这么复杂 之所以选择用这种舍尽求远的方式 和眼前的金刚决斗 就是想百分之百的确保 李斯特等人的安全 徐扬刚刚已经判断出 另一座山峰上的金色光芒 笼罩的封印阵法 并不是徐扬能够在一击之下轻松化解 如果他的姿态很高 彻底激怒了眼前这个巨无霸金刚的话 万一对方选择鱼死网破 在战败之后发出自己最强大的力量 强行带走李斯特和普朗西斯夫妇的话 徐扬真的可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进行阻止 因此出于对这方面问题的严谨考虑 徐扬终于还是决定 不要冒险拿自己同伴们的生命开玩笑 因此选择了最为稳妥的方式 那就是循序渐进 一点点和对方拼真正的实力强度 可当徐扬改换出这样一种心思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对方根本没有任何翻牌的可能了 接下来的徐扬不再有什么破绽 整个营州大陆 根本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 玉谷神器再次出现在徐扬的背后 剑芒在极短的时间内 焕发出了无穷无尽的剑影 朝着金刚的本体轰了下去 只不过让徐扬并没有感到吃惊的一幕 终于还是上演了 所有的剑芒打在金刚的身上 真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浮游焊术 躺壁挡车 自己打出的剑芒已经足够强大 可是轰在金刚巨无霸的身上 居然就像是给对方挠痒痒一般 根本没有办法轰碎他的本体守护极限力量 人类 如果你真的只有这么一点力量的话 那我奉劝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因为你在我的面前 甚至连一只蝼蚁都不如 王岛上的一些原国种族的攻击力 都比你强大得多 徐扬听了这句话 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 下一刻 徐扬突然双手合十 开始凝结出一股十分诡异的功法 力量在这一刻被徐扬完全释放觉醒 与此同时 真正压塌万古级的气息波动 迅速笼罩向整个骷髅王岛 紧跟着一股神剑本体消失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把精致到完美绝伦的 气息却同样强大的神剑 正是上古神王烽火无极的 本命主神器 图天 图天神剑出现的一刹那 它所释放出来的恐怖杀机 立刻覆盖了整个骷髅王岛 在这一瞬间嗅到了杀机的所有人 都不由自主地站立了起来 自然也包括外道那些数以千计的孩子成员们 每一个人都本能地停下了自己手中的火机 将目光扫向了骷髅王岛内部 而海贼投资那个家伙也在这一刻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按照他的设想来判断 应该是金刚巨无霸彻底发怒 碾碎了徐扬这样的剧本上演 尴尬的是 事实根本截然相反 徐扬的这股气息出现之后 眼前的巨无霸金刚本能地瞪大双眼 他是真的做梦也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实力一般的人族 居然还拥有着如此强大的主神器 而这件通体接近完美 不管是轮廓气息 还是本体散发出来的那种剑魂的波动 都能够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忌惮 眼前的巨无霸金刚 整个无尽海领域几乎无敌的存在 都深深地被震撼到了 徐扬却是冷笑一声 根本不在意眼前这个巨无霸的言词 钻紧手中的图天主神器 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恐怖间隙波动 直刹那间 图天这把剑的剑魂仿佛都在这一刻再次觉醒 呼啸而出的龙吟伴随着徐扬这一剑 斩向金刚 金刚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 同时开始发怒 两条巨大的粗壮手臂猛地向地面砸了下来 也正是在这一刻 徐扬赫然发现这个金刚巨无霸之所以强大 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 是因为对方似乎也一定程度的掌控着大地法则 当他在双臂轰向地面的时候 周围所有崩碎开来的乱石 都在某种特殊灵魂气息波动的指引之下 疯狂凝聚 阻挡在这金刚霸主的身前 这也是他数千年来参加过的所有战斗当中 第一次借助外力 作为对自己肉身的庇护 因为就算金刚巨无霸 此时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能够凭借自己的肉身 硬扛住徐扬这惊天动地的一击